邰國庵大明英, 愛世安, 民主教教師。 申請教教師, 滿了毅! 這位cribed, 才座作為英文。 後庵任志妹, 請門七郎。 我的朋友大家平安, 大家願望。 非常歡迎大家拍攝, 參加議院, 同國教會。 第一名的報告主會 在報告前前 生日 先將我們今天在電視 來跟我們人家的報告 我們等一位 唱詩跟五星期到之後 我們總白的報紛 我們做三的報紛 這個報紛由我們請 總會所取牌 請負面丟熱 來為我們報告 在請到報告之後 第二部分我們要請 我們同學教會的事頒 在我們現唱 三首詩來學到體重的進行 我們要現唱的第一項 第一首詩是 人對主 第二首是 願為主來外 第三首是 獲得過 在我們同學教會的現實後 我們要請 獲得這首 來拐了我們去獲獄 留意 這是一首我們主委的認識 那現在我們就要用天使項 按照入境天使 做回來的黨性 對不對 阿們 從主要收信領開始 我們 口口教會 報得會 我們來唱 三八十八首 三百十八首 三百十八首 這億的號碟 十八五十八十八十五套 encuch二十八十八十六套 今 recib cho note 佛祈祿阿魂 平昂光 佛祥母灵魂 平昂光光 从此不再随处漂流 此风暴世上 攻击我无所有 在主义安闻而救 我将自己全然拥入大外影 以心情经过大运行 我最愿的脱落已不报道了 在阿恩港口不说句 佛祥母灵魂 平昂光光 从此不再随处漂流 此风暴世上 攻击我无所有 在主义安闻而永久 我命中的船里救助 你是我 何者不救安图事 谁的离开救人 出离光一天 到天将 永远安闻所 我将我灵魂 平昂光 从此不再随处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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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好事成功 即我无所有 在主义安闻而永久 在主义安闻而永久 太快来祖责责灾丹 哪有全能源保护你 请家一地闻 天高阿弩当空 耽袖主 聚属理性理 我江湖灵魂 平安门坎口 从此不再随处漂流 随风浩世上 攻击我无所有 在处理安门坎口 请我江湖站立 我们现在就会阿桃毕霸 人生来去桌 奉主要说信念已桌 从着骨中万分 人员的刿主 leave their gifts 注意所有感動 我们感谢你好啊你 感谢主你保守了很多人 在处win ang 过了这一天 现在可以我们来临摹ую你的灵 empowerment 全身迎听圣经的 mainly 主 社区Professor Internet 我們人或是個人所生,日子端竊,這麼多的困難 在少少的台灣地區,我們每年每月每天,都有不平安的事情發生 有時候在家,有時候做紅胎,有時候喝大水,有時候會小廚 我們吃的東西也沒安全,吃菜,吃水果,喝茶,農藥太多 有時候吃到家裡有,我們很多人,在身體發明,我們身體,見到感覺沒安全感 雖然我們住在這個房間,我們平安的環境當中,如果是主,我們已經臨到你 我們求主要所期度,是因人命幫助我們 我們在這個房間,平安的年代,有助理我們人的愛,衝衝衝衝跟我們同在 接下來,最後,完成一切平衖為讓提電主力的生意 是怎麼樣?願能安慰勞,為讓我們在座照 我們 civic 祝福 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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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亞 阿門 阿虛 謝祇 謝祇 現在的車上回收起來 車顧臉兵樂 我們來報告 請請 原理 存在海中行 存在海中行 那個時候 如果雅來 那時候是夜裡 所以在黑暗中間 所以在黑暗當中 但是不連甘也起了大風 但是忽然間起了大風 所以聖經講這個風很大 所以聖經上說風很大 所以存在比農 優陷 所以喘就被讓翻滾 所以人就失去了平衡 不可以安全 所以人就失去了平衡 不能得到安全 那個時候 耶穌 怎麼就要命中了 那個時候 耶穌在海面前 當時的門徒不認識耶穌 想說 這是不是鬼怪 想說這是鬼怪嗎 結果問答 這是主啊 結果我們徒說這是主 是耶穌 是耶穌 所以彼得就說 主啊 如果是你 所以彼得說 主啊 若是你 我可以走到你那邊 我能夠走到你那邊去 我耶穌說你來啊 耶穌說你來 彼得就走下水面 彼得就走下水面 要到耶穌那邊去 要到耶穌那邊去 但是不然間 他就看到風浪很大 但是忽然間 他就看到風浪很大 這個風浪很大 他就嚇壞 風浪一大 他就懼怕 你嚇壞中間 他就叫要沉下去 在懼怕的當中 他就快沉下去 不然間你就跟耶穌說 主啊 你救我 忽然間他就呼求主救他 阿耶穌就春春秋 就堪祝他 所以耶穌就伸出手牽住他 跟他說 修身的人 你有什麼疑心呢 說小心的人 你為什麼疑惑呢 所以有人是不知道我口在哪裡 所以我們有時候不知道有依靠在哪邊 這個避難所在哪裡 避難所在哪裡 這個安全在哪裡 安全在哪邊 這個平安的港口在哪裡 這個平安的港口在哪邊 所以我們要追求天上這位真神 所以我們要尋求天上這位真神 他創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民 他創造天地海及其中的萬物 他也修祀我們換名氣息 他也賞識我們活命跟氣息 他也願意將平安修祀給我們 他也願意將平安賞識給我們 所以當耶穌來到世間 所以當耶穌來到世間 在這個曠野的地方 在曠野的時候 有親人 有餵羊的人 這個親人 餵羊的人 就看到這個天使天兵 就看到天使跟天兵 還有這個鹽羹酒的中間 跟你的榮光照在當中 中間這個天使 當中這個天使 在地上平安 在地上的平安 在地上的平安 要歸給神所喜悅的人 我們來看陸家福音 我們來看陸家福音 陸家福音的第二章 陸家福音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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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賀老神說,在祭告祭祀,應邀幾個神 在地上平安,幾個祂所歡喜的來 所以提定的神就是這位救主亞洲 所以天上的神就是這位救贖耶穌 祂要收屬我們平安,祂有賞賜給我們平安 我們來看第一章,我們來看第一章 露九露第一章,復家福音第一章 露九露第一章,復家福音第一章 第一章的七十八節,第一章七十八節 露九露第一章七十八節,復家福音第一章七十八節 因為我們的神靈命的神靈,發生的立根,對高天臨到爛 這個平安是神所應許的,這個平安是神所應許的 神是臨平安世間人,神是臨平我們世間上的人 因為世間人困苦流離,因為世間上的人是困苦流離 失落了平安,失落了平安 所以阿蘇來到世間,所以耶穌來到世間 祂要照亮在黑暗中,照亮在天安中 吸引裡面的人,使印中的人 將我們的腳陰到平安的路上,將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俗佩記裡面說,因為國際裡面講,說人生在世 說人生在世,寇懶,像是灰青、灰天 苦難就像火星來沸騰 有時候患難,什麼時候臨到難 說患難什麼時候臨到我們 我們都不能知道,我們都不知道 像我們剛才說,爺索在世間傳福音的時候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耶穌在世間傳福音的時候 沿途坐船,門徒坐船 要對海這邊渡到那邊 從海這邊渡到那邊 結果不應該去目光,忽然間起了暴風 不應該來,忽然間來的 這就是說,我們人不可以醫療 這就是說我們人沒有辦法預料 故事說我們感覺平安妥當 有時候我們覺得平安妥當 但是災禍不然臨到,但是災禍就忽然臨到了 所以我們人很需要平安,所以我們人需要平安 我們看馬太福音三十四 달� 馬太福音十四章 馬太福音十四張 十四張里十四站 十四張二十四劫 十四 çu 里十四站 十四章 二十四劫 准在海中 在這裡跟我們說冷冷靜就是准 在這邊講到人就像一艘船 這個世家也像這個大海 這個世界就像大海 這個海上有時候風平浪靜 海上有時候風平浪靜 有時候就是風不順 有時候就是風不順 被風硬油煙 風浪搖晃 所以失落了平安 有時候在黑暗中間 所以在黑暗當中 夜來四天天 夜裡是今天 就是黑暗的時候 就是在黑暗裡面 人失落了安全感 人失落了安全感 在苦難的時候 人會追求平安 人會尋求平安 黑暗中會追求更亮 在黑暗中尋求光明 在絕望中尋求希望 所以有所在海面驚 所以耶穌在海面驚 夜蘇他是天地的主 耶穌是天地的主 他能夠超越風浪 他能夠超越風浪 走在風浪的上面 他就是風浪中的救主 那就是風浪中的救主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放心 是我不用怕 是我不要怕 在這裡耶穌跟門徒說 你放心 在這邊耶穌對門徒說你們放心 放心就不用掛心了 放心就不用掛心了 你可以教託神 來依靠他 因為是我們的主 因為是我們的主 他是主愛的主 全能的主 是我們的主 他是救贖我們的主 所以說是主不用怕 所以是主不用怕 所以彼得要到耶穌下去 所以彼得要到耶穌那邊去 但是我們人有時候 不能仰望神 但是我們人 有時候沒辦法仰望神 只看風浪 只有看到風浪 不要壓縮 不認識耶穌 不認識真神 所以有時候就死去 要找平安 所以就四處要尋找平安 就是找不到平安 但是卻尋不到平安 但是我們能夠仰望主 加持我們能夠仰望主 認我這位神 認識這位神 平安福氣就要臨到你 平安福氣就要臨到你 所以 所以彼得要跟主耶穌說 所以彼得要跟主耶穌說 說主啊你救我 說主啊你救我 主耶穌就從手來救主耶 所以主耶穌就伸手拉住他 這就是說 神的手就是受恩的手 這就是說神的手就是施恩的手 他就是大救我們的主 他就是大救我們的主 他就是扶持我們的 他就是扶持我們的 他的手可以受恩幫助我們 他的手能夠施恩幫助我們 他有全靈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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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的手 施恩的手 所以優子爛 所以他拉住我們 把我們陰到平安的路上 他們引到平安的路上 世間真的都有苦難 世間上多有苦難 有天災的表人好 有天災也有人好 所以二十四才這麼說 所以二十四節這樣講 風不順 風不順 所以有時候世間 有時會遇到風不順 有時候在世間 會遇到風不順 這個聖經 還有這樣寫 在聖經還這樣寫 第一 三十十五 風很大 再三十節說 風正大 風已經不順了 還遇到風很大 風已經不順了 還遇到風很大 風已經不順了 就像這個三十二節 就像三十二節 說風就動順了 說風就止住了 什麼時候風會動順 什麼說風止住 因為牙縮在我們的中間 因為耶穌在我們當中 他跟我們同在 他跟我們同在 他肅然平安 他是我們平安 所以人在世間 所以人在世間 我們需要追求神 我們也需要尋求神 他也需要追求平安 我們也需要尋求平安 耶穌要輸給我們 耶穌要輸給我們 輸給我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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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耶穌在世間傳福音 他有很多次跟門徒講 跟眾人講 說我要留平安給你們 說我要留平安給你們 啊平安你們怎麼會知道 並且你們要知道 在世間有苦難 在世間上有苦難 但是你愛在我的裡面 但是你們要在我裡面 就有平安 就會有平安 看我們看這個約翰福音 我們來看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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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章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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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16章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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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間裡有苦難,但你過往生,我一定贏過世間 耶穌可以超越這個風雲,耶穌能夠勝過風浪 他可以走在水面上,還行走在水面上 走在海面天管,行走在海面上 當風雲很大,人風浪很大,耶穌把這個風雲給他倒下來 耶穌斥著風浪讓他止住 因為耶穌贏過世間 因為耶穌已經勝了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有耶穌跟我們同在 所以我們有耶穌跟我們同在 有耶穌在我們中間 有耶穌在我們當中 我們就可以體驗到主所應亦的平安 我們就能夠體驗到主所應許的平安 所以主耶穌在世間傳福音 所以主耶穌在世間傳福音 他有幾次受到平安料事給你 我們看十四章 看十四章 尤華奧音十四章 原來古音十四章 十四章二十七章 十四章二十七節 我老老老平安給你 我將我的平安數給你 我所思的平安 不是真的有四章人所思 你心來不肯悠久 也不肯走贏 耶穌平安給我們 耶穌是平安給我們 所以主耶穌所思的平安 所以主耶穌所思的平安 保守我們的心懷疑念 保守我們的心懷疑念 他要保護我們的生活 看顧我們的生活 因為我們的個人 就是家庭 所以我們個人或者是家庭 就是我們的工作 或者是我們工作 就是我們存我們入 或者是我們出入 所以聖音說 心保給我們 所以聖經說神保護我們 讓我們出入平安 讓我們出入平安 所以平安在我們中間 所以平安在我們當中 耶穌對死給我 耶穌從始而復活 祂是為了我們世界上的人的罪來死 祂是為了我們世界上的人的罪來死 當祂復活的時候 當祂復活的時候 祂用問答所講的會 祂向門徒所說的話 就是留下平安給我們 就是留下平安給我們 我們看約翰福音二十章 約翰福音二十章 約翰福音二十章 十九章 十九節 二十章十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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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說 那一日 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暗時 問答所見的地方 因為怕猶太人 問都快樂 怕疏來站在中間 對他們說 萬臨平安 看二十一節 請到二十一節 怕疏有又對他們說 萬臨平安 我們還看二十二節 再來看二十六節 再看二十六節 為了八天問答 有又在家裡 倒罵也跟他們同志 問都快樂 耶穌來站在中間 說 萬臨平安 在這裡說三半 這裡耶穌說了三次 說萬臨平安 說願你們平安 問都快樂 問都快樂 問都快樂應該是 耶穌應該在門的外面 耶穌應該在門的外面 因為門讓人家開了 因為門將我們人隔開了 因為又關起來 因為又關了起來 耶穌要怎麼進來中間 所以耶穌要怎樣進來我們中間呢 因為有空間的阻隔 因為有空間的阻隔 但是耶穌為什麼在我們中間 但是為什麼耶穌在我們當中呢 因為他敲碗時間空間 因為他已經超越時間和空間 他從死而復活 他在我們的中間 在我們當中 跟我們同在 跟我們同在 所以主要說 萬臨平安 所以主要說 願你們平安 我們人在世間生活 我們人在世間生活 平安就是福氣 平安就是福氣 健康也是恩典 健康也是恩典 所以我們現在世間人都很 甘求這個佣心 現在世間上的人都能講究養生 要怎樣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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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平安來度日 要怎樣平安來度日 但是有時候這個病痛 但是有時候病痛 肉體會病痛 肉體的病痛 肉體的病痛 這也是難免的 這也是難免的 所以信義跟我們講 所以聖經跟我們講 你有病當然需要醫生 你有病需要醫生 但是我們知道最大的醫生就是牙縮 但是我們知道最大的醫生就是耶穌 有的病痛醫生沒有辦法 有些病痛醫生沒有辦法 只有牙縮 只有耶穌可以處理平安 耶穌能夠處理平安 我們三年教會有一個甲太太 雙年教會有一個許太太 她的先生是醫生 她的先生是醫生 但是這個甲太太的發肥 但是這個許太太已經生病了 她的先生是醫生 卻沒有辦法幫助她 她的先生是醫生 卻沒有辦法幫助她 她生死的朋友也是醫生 她的先生的朋友也是醫生 也沒有辦法幫助她 也沒辦法幫助她 因為是犯了血流 因為她是犯了血肉 落月到美國就醫 後來到了美國就醫 又回到台灣 又回到台灣 讓病痛折磨了很久 跟這個聖經所說的這個馬可福音 就有這種福音一樣 十二年了 跟聖經馬可福音第五章所講的 婦人是一樣的 是總共十二年 感謝祖有人討好運給她 感謝祖有人傳福音給她 其實她去台北九個月沒到 所以她就到了台北教會木道 去那裡聽道理 去到那邊聽了道理 去那裡祈禱 才不用禱告 祖有人說塑給他平安 祖元素就赐給他平安 祢的病毒算好掉了 他的病痛就好了 所以有時候 媚人 來給他的先生看病時候 所以有時候病人來 讓他先生看病的時候 他也會介紹說 你這種情形去找我太太 他先生會說 你這種情況去找我太太 這個媚人就是說 你如果醫生 你們帶來也醫生 病人以為他的太太也是醫生 其實這個醫生生死就是說 你愛去找我太太所寫的這位醫生 這個醫生先生說他的意思是 要去找他太太所寫的耶穌 因為醫生所有的平安 以前我有負擔過雙年教會 以前我有負擔過雙年教會 所以這個柯太太也說他的健康給我聽 所以這個許太太曾經講過他的見證給我聽 這跟聖經媽媽母音第二次講的一樣 就跟聖經馬可福音第五章講的一樣 聖經說這個福人人十二年的病痛 聖經上說這個婦人是十二年的病痛 在醫生的手裡受了很多苦 在醫生的手裡受了很多的苦 他又發現所有的 他又發現所有的 他病不斷不好 他的病反而沒有好 他又越來越重 卻越來越重 結果走到盡頭 後來走到盡頭 他聽到耶穌的事情 他聽到了耶穌的事情 他有希望 他就有心裡有希望 因為他聽到耶穌的事情 因為他聽到耶穌的事情 他有一個信心 他就有信心 我來找耶穌 他就要去尋求耶穌 但是人很多 但是人很多 客在耶穌的神有病 他急在耶穌的身邊 他不可以來到耶穌的面前 他沒辦法來到耶穌的面前 他也沒辦法開口 他沒機會跟耶穌講 他也沒機會跟耶穌講 但是他有信心 他沒耶穌的衣服 他摸了耶穌的衣服 他這樣想 他心裡這樣想 我摸耶穌的衣服 我的病就好去了 他說我摸了耶穌的衣服 我的病就好了 結果他一個摸到耶穌的衣服 結果他一摸到耶穌的衣服 他的病就好了 但是耶穌有感覺 但是耶穌有感覺 有能力從他身上出去 所以耶穌說什麼人摸我 所以耶穌問了什麼人摸我 大家想說什麼人摸耶穌 大家就想說什麼人摸了耶穌 就是這個人最清楚 但是這個人最清楚 因為他的信用是有體驗的 因為他的信仰是有體驗的 他摸到耶穌 他的病就好起來 他摸到耶穌他的病就好了 這就是跟我們講 這就是根本講 福音是神的大人 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世三神的人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這個福音人 存出信心的手 這個婦人伸出信心的手 存出基督的手 伸出祈禱的手 他來摸耶穌 來摸耶穌 你這個摸背好起來 他摸病就好了 耶穌說什麼人摸我 耶穌問什麼人摸我 他說是我 他說是我 這個見證 這個因爸不能安靠 這個見證的恩典 不能掩飾 就跟耶穌說 就跟耶穌講 說是我 是我 那耶穌怎麼說呢 耶穌怎麼說 說你的神救了你 說你的心救了你 你平平安安安回去 把他平平安安安回去吧 所以他有這個信心 所以他有這個信心 祝應你的平安 祝應許你的平安 就喝到他的身上 聖經有這個見證 聖經上有這個見證 我們教會也有這種見證 因為信仰是需要提供 因為信仰是需要延 當然人在患難中 當我們人在患難當中 不聽到人在病痛當中 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你真的是 無憐偽劣 有時候會覺得無能為力 你已經走到盡頭 已經走到盡頭 但是人的盡頭 就是人的盡頭 但是人的盡頭就是神的盡頭 你有機會聽到耶穌的事 你有機會聽到耶穌的事 要來到耶穌這裡 你要來到耶穌前面 我以前沒有負擔過台東教會 我以前曾經負擔過大統教會 我去訪問一個信仗 曾經訪問過一個信哲 我跟他問你怎麼來信耶穌 曾問他說你怎麼來信耶穌 我跟我說很多見證 他跟我講了很多見證 他的見證就是說 耶穌是他平安 他的見證就是耶穌是他平安 這位楊太太 這位楊太太 他說我以前還沒信耶穌 說我以前還沒信耶穌 我是變得到盡頭 我是已經病倒了 但是我信耶穌之後 但是我信耶穌之後 耶穌給我平安 耶穌給我平安 給我健康 讓我得到健康 所以我才能生孩子 所以我才能夠生小孩 所以我生第一個小孩的時候 我生第一個小孩的時候 我心中真正聰明了感謝 在我心中充滿了感謝 因為我想說我是不會生 因為我想說我是不會生的 現在信耶穌生了 但是我信了耶穌生了 所以第一個小孩叫做 陽性生 所以他第一個小孩叫 陽性真 就是說信耶穌生 就是說信的耶穌才生了 如果我已經過幾年不生的耶穌 後來經過幾年又生了第二個 他說我也覺得信耶穌很好 我也覺得信耶穌很好 所以我第一個小孩 我叫他祂祂叫 陽性好 信耶穌真好 所以我第二個來子就取名叫陽性好 這就是信好 就是信耶穌真好 信耶穌很好 他又幾幾年又生一個 過了幾年又生了一個 他祂祂祂叫做信用 他信耶穌要擁感 為耶穌做見證 他取名叫信信勇 信耶穌要勇敢做見證 這個信心不要堅固 這個信心要堅固 因為我們在到耶穌會墊 所以我們得到耶穌的恩典 我們白白地來 我們就白白傳給人 我們白白得來就要白白傳給別人 因為耶穌不是只有疼我 因為耶穌不是只有疼我 耶穌疼我一個人 耶穌是疼每一位 所以說耶穌祂祂祢平安 也要祂祂祢平安 所以耶穌是祢平安也要祀祂平安 所以我們傳福音 所以我們傳福音 我們做見證 我們做見證 就是要穿這個平安的福音 就是要穿著平安的福音鞋 所以我們今天有很多的 今天我們有很多的弟兄前面去傳福音 今天我們有很多的弟兄前面去傳福音 今天我們有很多弟兄前面去傳福音 這個傳福音就是家美的教宗 這傳福音就是家美的教宗 這種耶穌的平安是沒有人 將耶穌的平安是沒有人 將耶穌的平安是給人 基隆教會有一位姊妹 基隆教會有一位姊妹 她信耶穌之後 她信了耶穌之後她在到園店 她覺得這信耶穌很好 她覺得信耶穌很好 她覺得信耶穌很好 在前傳福音給主達樓上的一個太太 她就傳福音給主達樓上的一個太太 她因為基隆基隆放棚 她放棚 因為基隆常常下雨 所以有個住在基隆因為樓下雨 還有雨更不好 有個像下雨 因為她常下雨所以得了氣船 她下雨 這樣幾年都不好 她的氣船九年都不會好 經常下雨整大包 所以她常常要一大堆 這位樓上這個太太已經信耶穌了 樓下這位太太已經信耶穌了 她覺得我應該要補給樓上這個鄭太太 她就覺得我應該要傳給樓上這位鄭太太 她說我這個阿姌不會好 她就說我這個基船是不會好的 因為阿姌長頭問回家 因為基船是不容易好的 長頭問回家才會好 就是要 不會好的意思 就是不會斷根 就是不會斷根 但是她一千塊給她做變成 但是她很誠懇跟她做見證 說耶穌會給我們平安 所以耶穌會給我們平安 所以耶穌會給我們平安 你來信 你來聽到你 你來聽到你 耶穌會給你平安 所以她就真的來了 來聽到你 她就來聽了道理 來聚會祈禱 她說我齁 坐不久 她前面先 坐了五十分鐘 從頭坐到尾 從頭坐到尾 她說這座位很好啊 她就覺得這個聚會很好 本來坐五分鐘 屁五十分鐘 我可以坐五分鐘 變成坐五十分鐘 本來想說 來到到尾 怎麼那麼多 可能要倒 本來她覺得來到教會 可能要躺著 她又爬樓梯 還會喘 她爬樓梯還會喘 但是主耶穌要給她 很平安很健康 但是主耶穌最後給她 平安跟健康 這就是說 主要擔當我們的病痛 這就是說主要擔當我們的病痛 也要代替我們的疾病 然後代替我們的疾病 所以我們這個信用性化中間 所以在我們信仰生活當中 我們有體驗 因為耶穌給我們平安 因為耶穌給我們平安 有肉體的平安 有肉體的平安 我們也有需要心靈的平安 我們也有需要心靈的平安 心靈的平安 心靈的平安 我們有時候剛好患難 我們有時候遇到患難 有的人肉體很健康 有些人肉體很健康 但是心靈沒有平安 但是心靈卻不平安 有的有憂鬱症 所以有憂鬱症 高超患難 會超患 吃不下睡不著 有的怕黑怕暗 怕怕鬼 罵過 怕死 怕死 心靈 心靈上有很多煩惱 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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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信耶穌的時候 所以他不信耶穌的時候 什麼都怕 他什麼都怕 所以就要拜佩裏 要算命 要求歉 要博褲 所以要拜八字 抽籤 補卦 為什麼 沒平安 但是你信了耶穌 但是你信了耶穌 耶穌給你平安 你不用求歉 博褲 不用算命 也不用看佩裏 不用抽籤 補卦 看八字 你不用說我的命怎麼這麼輕 你不用說我的命怎麼這麼輕 其實耶穌用冬季給我們買 其實耶穌用宗教抬我們 我們的命不是保聖閨女 我們的命不是算脊樑的 我們是神的嫁禮 我們是神的兒女 我們在神的安中是寶貴 在神的眼中是寶貴的 但是因為當我們不認識耶穌 但是當我們不認識耶穌不認識神 我們就失落了平安 但是耶穌要讓我們生靈平安 但是耶穌要讓我們有心靈的平安 因為祂要跟我們同哉 民宿記 二十三章 二十三章 二十三節 公母 占博 不能害以色列 沒有殘暴能夠害以色列 占卜能夠害以色列 我們來看民宿記 我們來看民宿記 民宿記 明宿記 二十三章 二十三章 23節 二十三章 二十三節 二十三節 明宿記 二十三節 二十三章 23節 就是抽籤不掛 就是抽籤不掛 明信的事情 現身的事情 忌諱的事情 有些人出門看到棠棺材 有些人出門看到棠棺材 有些人出門看到棠棺材要出帳 有些人出門看到棠棺材要出帳 就從路邊快拿 趕快搬一個草 把你找到 就從路邊摘了草 咬在嘴裡 有人問你怎麼會突然間緊張到這樣 搬一個草 把你找到 有些人問說 為什麼你忽然間這麼緊張 他說這樣才不會衝殺到 他說這樣才不會衝殺到 因為他說我是吃草 我不是人 你不要吹我 他說他是吃草的 不是人 不要掃我 這樣就一定有 難道這樣就有用嗎 也有人看到人出門的時候 覺得整身屋都不乾淨 一直洗 一直洗 心來不平安 有些人看到出病 覺得不乾淨就一直洗 覺得心裡不平安 所以洗得有很多人 啪在惡者的手上 所以時間上有些人趴在惡者的手裡 我們鼓勵七月叫做鬼月 就立的七月叫鬼月 這鬼月是不是只有一個月叫做鬼開放關公 鬼月這個月就是鬼開放關公 開放關公就要簽證一個月 開放關公就要簽證鬼月 鬼門關一個開 鬼門關在開 幫你開放 一個月可以出席 就開放四個月了 四數報 現在鬼門關關 簽證一個月結束了 現在鬼門關了 簽證一個月結束 你說起來人不平安 說起來人不平安 還怕 還要拜 又開罵又要拜 還不知道該怎麼辦 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心靈無平安 這就是心靈無平安 那是信應給我們夠 所以聖經跟我們講 我們看羅馬書 我們來看羅馬書 羅馬書十六經 羅馬書十六章 羅馬書十六經 羅馬書十六章 二十十二十節 十六經二十十 十六章二十節 祝平安的時候 要將撒旦吞打在你腳下 萬我們祝耶穌基督的 我們 相和你的同才 這個撒旦就是魔鬼 這個撒旦就是魔鬼 所以我們可以將撒旦打在你腳下 所以我們能夠將撒旦踩在腳下 因為祝耶穌給你平安 因為祝耶穌給你平安 所以我們今天信耶穌我們不用怕 所以我們今天信耶穌不用害怕 我們不能信這個撒旦卜 我們不要信邪術跟占卜 我們也沒有欠償 我們也不要有機會 我們每天都有主跟我們同在 每天都有主跟我們同在 每天都是平安的 每天都有平安 我們有的人去祝耶穌堡 我們有些人要祝耶穌堡 在祝耶穌堡在罪惡當中 他的生命不平安 他的生命不平安 因為祝耶穌堡 因為祝耶穌堡 有的人很愛負責 有些人喜歡賭國 有的人愛吃酒 有些人愛喝酒 有的人 有的人 起毒 有些人吸毒 這說起來是一種惡者 捆綁就是他 這說起來就是一種惡者捆綁他 他要戒戒不了 他也戒不掉 這就是你做惡將不平安 這個就是在罪惡中無平安 所以有人這樣說 所以有人這樣講 說到酒我就去 說到酒我就去 說到婚會就去 有了 說到煙我就早了 說到酒解不好 說到五戒掉不好 這台語一個音兩個意思 這台語一個音兩個意思 說到酒我就去 你如果一樣又去喝 改不掉 說到酒我就去 就戒不掉了 說到酒我就去 很氣的 你有心要改也沒辦法改 說到酒就去 說你有心要改也改不掉 說到婚會就去 說到煙我就早了 你點了煙還是洋蔥 你改一百塊也改不掉 你戒了一百次也戒不掉 火就是覺得很沒辦法 罰子沒辦法 就是無願意 無願意 無願意也沒辦法 說到叫 改不掉 說到賭 說到賭 戒掉不好 是吃不好 是非常不好 改不掉 改不掉 叫不通過 改不掉 就是 但是也戒不掉 所以人就是去罪百條 所以人是被罪所捆綁 所以保羅這樣說 所以保羅曾經這樣講 說我真是苦 說我真是苦 什麼人可以叫我 脫離這個出世的身體 說感謝神 靠著耶穌基督 靠著耶穌基督 靠著聖靈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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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能夠徒 才能夠解脫 才能夠得到生命的平安 才能夠得到生命的平安 所以你這個壞習慣改掉 所以這個壞習慣戒掉 耶穌祖給你平安 耶穌祖給你平安 祂請祂能改變你的生活 並且你能夠改變生活 改變你的家庭 改變你的家庭 以前我們的福音傳到我住民的地方 請我們的福音傳到原住民的地方 有的習慣不好 有的真的愛吃酒 有的愛喝酒 改不掉 把它借不掉 還是我們的福音傳進去 但是我們的福音傳進去 因為新華改善 他們的生活改善 因為他們的酒改變 環境改變 家庭生活安定 家庭生活安定 夫妻好好 夫妻和好 家庭都在新的營店裡面 整個家庭就在神的恩店裡面 這就是神祝我們生命平安 這個就是神賜給我們生命的平安 讓我們脫離最愛的捆綁 我們有當時在生活中間 有說我們在生活當中 明天發生什麼事 明天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神定人的腳步 但是神定人的腳步 他保守著我們 神跟我們同在 神跟我們同在 所以四篇四十六篇 所以四篇四十六篇這樣講 說謠話就是我們的避難所 所以耶和華是我們避難所 是我們煩難中隨時的幫助 是我們煩難中隨時的幫助 有時候我們感覺平安妥當 有時候我們覺得平安妥當 但是災禍不連禁告 但是災禍卻污染了引到 是有時候我們遇到危險 所以我們有時候遇到危險 對於煩難 遇到煩難的心 在我們的生活中間幫我們保守 神在我們生活當中保守我們 這個幾年前日本三一一大地震 幾年前日本的三一一大地震 地震之後海嘯 地震之後海嘯 我也聽到幾個見證 我也聽到幾個見證 中間有我們的信徒 我們去這個福島鐵圖 中間有我們信徒到福島遊玩 他想說他再來安妥禮要回來 他覺得後面是安妥禮要回來 所以鐵圖後進行他就在家裡 他就回來收安妥禮 他就在安妥禮回來守安妥禮 他覺得很奇妙 他就覺得很奇妙 一般不是我拜日禮拜連三家旗 一般禮拜六禮就是連續假期 那我講到拼回來收安妥禮 總會回來守安妥禮 感謝主 感謝主 說真的是神在保守啦 真的是神在保守我們 每一天有神跨國 我們每一天都只能看 這個我們同在 所以躲過這個煩惱 所以躲過這個煩惱 出入平安 出入平安 有一個姊妹 有一個姊妹 醫生給他安排 醫生安排他 這個要收拾眼睛的手術 時間都排得很好 時間排得很好 你怎麼知道什麼時候要遞症 你怎麼知道什麼時候要遞症呢 醫生也不知道 醫生也不知道 你還安排的時間遞症前 他手術完 安排的時間就是他遞症完之後 他手術完 遞症前他手術完 所以手術完 所以他手術完 他已經都保守出來了 手術完畢之後就出來了 不然怎麼遞症 忽然間就地震了 哇 這個醫生來跟這個姊妹說共義 這個醫生就跟這個姊妹說 恭喜 你有神 你自己看過 說你有神在看過你 今天就是我的手術很厲害 不連感地震 我也是別當醫療 今天如果是我的醫術很好 如果忽然間地震 我也沒辦法預料 所以這個平安對神 所以平安從神而來 所以要送給我們平安 耶穌要是給我們平安 平安是恩典的 這個平安是恩典 我 剛才有一個姊姊 我曾經遇過一個弟兄 因為我那時候在大同的時候 你來沒託 那時候我在大同的時候他來遇到 後來信主 我問他說你怎麼來教會 我問他說你怎麼來教會 他說我是開鐵鐵車 說我是開計程車的 剛好有一天禮拜六從教會前面經過 載了兩個人 載到這個鼠林 載到士林 有一個先下車 有位先下車 有一個又在車上 有位還在車上 這個下車跟車上 這個兩個就說平安 下車這個跟車上這一位說平安 他就覺得很特別 他就覺得很特別 他這樣台北市客電車這樣鎖 幾百年 不聽過說平安的 都說再見 他在台北開了這麼久的計程車 沒有聽過說平安的 他說我聽到都說再見 不說平安的 聽到都是說再見沒有說平安的 怎麼會這兩個人說平安 他覺得車這麼特別 為什麼這兩個人說平安他覺得很特別 他就跟車上這個說 他就跟車上這位講 說你們是什麼人 怎麼會都平安 他說你們是什麼人 為什麼說平安呢 他說我們就告會 你剛才把我們帶了一個 新耶穌告會 他就說你就是 我們就是屬於真理書教會的 我們信耶穌有平安 我們信耶穌有平安 他說哇你真好 他說這樣很好 你看看我開車的電車 我都叫這個平安符 他說他開計程車他都叫平安符 那台北有時候也去警察開閘 但是有時候也被警察開閘 你怎麼都派去 有時候輪胎壞掉 也覺得沒有平安 就覺得很不平安 這平安很好 這個平安很好 車上這個姊妹就跟這個司機說 就像這位姐妹就跟司機講 說問講啊 你如果有時間去教會聽到你 他說司機你有碰的話到教會聽到你 這個司機真的去教會聽到你 這個司機就真的到教會聽到你 拜他教就上去了 每個禮拜又就到 教會這樣聽了一段時間 這樣聽了一段時間 就會來信耶穌 後來他信了耶穌 這個苦贏弟就是 因為聽到平安來信耶穌 這個弟兄就是因為聽到平安來信耶穌 所以平安真的寶貴 所以平安非常寶貴 我有一邊去南口 中間賣醫封聞信證 有一次我到臨口長庚醫院去訪問信哲 這個訪問後就在那裡用無神基督 訪問之後就在南邊呼信禱告 這樣就很小聲幫助這個信者基督 然後用很小的聲音幫信徒禱告 因為我們不要打擾病床的人 因為我們不要打擾病床的人 那基督之後呢 在禱告完 我們就平安要走 我們就平安要離開了 那隔壁床有一位 有一個人也是要走 他也是要離開 他跟隔壁床的人說再見 那就跟隔壁的說再見 但隔壁床的人覺得再見不好 躺在床上的人就覺得再見不好 他說平安比較好 他就覺得說平安比較好 因為平安你無論到就都很好 他覺得平安無論到哪裡都很好 隔壁床的人就跟他說 便宜不能說再見 隔壁床這一位就跟他講說醫院不能說再見 平安你如果再見就再離開了 醫院你說再見就會進來 說再見 不能說再見 所以人也是覺得說再見這樣也不行 人說再見也不行 其實再見也不是不行 其實說再見也不是不行 再見就是說我們如果有機會再記面 再見就是我們有機會再見面 但是有的人就是這樣怕冷怕塞 有些人就是很多 怕不平安 就怕不平安 你再見就不平安 又禮拜住了 再見怕不平安又進來 所以還是平安比較好 所以他覺得平安比較好 我們最後看 鐵薩諾尼加後書 我們看鐵薩諾尼加後書 鐵薩諾尼加後書 鐵薩諾尼加後書 第3章 第三章 三章十六節 三章十六節 鐵薩諾尼加後書 三章十六節 鐵薩諾尼加後書 三章十六節 願恕平安的主 隨時 隨時 親主 和你平安 願恕相 和你正人同在 願這句話 性癮的願意 都在我們的心情 因為這句話 神經上的允許 神經上的心、水、書 都祝我們平安 神隨時是給我們平安 好 主要收集 就跟我們同在 願主耶穌隨時跟我們同在 接下來請示範來現實 請示範來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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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幻定神公民 慕呦手 愛情 預期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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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手是野地的花 用野地的花來訴說神的慈愛 慈愛的天父每日在看顧 我們這位真實也一樣要看顧我們 他是全能的主 我們如果能夠信套他人生就很有幸福 就像今天傳道所證明的 我們這位神是要示平安給我們的神 在禱告前一樣要來唱一首讚美師來讚美神 唱377首 唱374年 唱383年 唱383 foot 唱384 唱384 唱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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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395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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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做了很多美好的見證 讓我們思想到我們真經書教會經拜的神是一位真神 來新耶穌的都想要得到平安 為什麼要來新耶穌呢 我們初期都是為了要得平安 小弟是從我的祖母來信耶穌的 都是為了平安來信耶穌 在走投無路的時候 人家介紹來信耶穌 我們全家人都有福祉來信主 剛才傳到在說 身經中記載這關協道的福音 剛剛傳道有講到 身經上記載犯血肉的婦人 他也見證這位太太 他也見證了這位娶太太 實際上在我們中南區南京教會的一位姊妹 那這位先生就是吳俊雄娘弟 這個先生是黃俊雄弟兄 我們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他為什麼來信耶穌 他為什麼來信耶穌呢 因為太太就是犯了血肉症 因為他的太太就是犯了血肉症狀 我曾經聽他見證 他剛開始也不相信 因為他的太太找了醫生都沒有用 人家抱他來信耶穌說祷告就有用 所以他都不信 他覺得怎麼有可能呢 所以醫生都沒有辦法了 所以你們耶穌祷告就會好 所以他就半信半疑 後來他的太太就來信耶穌 結果主耶穌醫治他了 他們就全家來信主 這就是剛才我們團隊說 競爭這個順利是世界上的教會長者 這就是剛剛傳道所說的 我們教會裡面有很多這樣的見證 有在這個犯的憂鬱症 尤其是相犯憂鬱症的 我們在座洋陽弟看見 在嘉義教會辦堂的競爭 在座洋弟兄可能有聽過這樣的見證 雙山教會有兩位姊妹 說松山教會有兩位姊妹 那都是換了憂鬱症 和他教會利用這個 在教會利用五陰草會的時候 請他來跟他教會做見證 他們來嘉義教會做了見證 那因為時間關聯我沒有講話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將內容跟大家講 在這裡就是要驗證 傳道所說的是事實 在這裡就是要驗證 傳道所說的是事實 原來主要所能夠移植 另外我們的主要所能夠移植他 如果沒有主要所能夠移植 如果沒有主要所能夠移植 他今天就不會好 當然要其他很多見證 當然還有其他的見證 剛才我們剛才講到原住民喝酒的問題 剛剛長老講到原住民喝酒的問題 我曾經聽到高安峰長老講見證 因為他都在山地傳道 因為他都在山地傳道 那邊的警察跟他講 如果能夠去信你們耶穌 我們這個地方就不用設派出所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就不用設派出所 他問他說為什麼不用派出所 他說如果喝醉酒的就是沒有信耶穌 他說這些如果喝醉酒的就是沒有信耶穌 因為他人家就喝醉酒 他都要煮 他們一喝到酒酒一定要醉 所以我西雄家看路邊的人都在那裡 所以時常看到路邊有人躺在那邊 很奇怪 如果沒有喝酒的人都是有信耶穌的 所以那個警察是外邦人 這個警察是外邦人 他沒有信主 所以看見信耶穌的原住民 每個行為很好 那看這些信耶穌的原住民 每個行為都很好 就是主耶穌改變他們的心智 這個就是主耶穌改變了他們的心智 他們就不會再喝酒 那他們就不會再喝酒 這就是我們知道主耶穌是我們平安 這就是讓我們知道主耶穌是我們平安 所以我們三信酒會真心 如果我們相信這位聖神 對 才是只為他要適合平安給我們祝 那這位確實是給我們平安的祖 他隨時隨地都要給我們真正做挖苦 那隨時隨地要成為我們的依靠 所以說主耶穌就是我們的避難所 所以主耶穌是我們避難所 我們要憑信心來依靠他 我們現在要怎麼依靠呢 我們要靠著祷告 要求聖靈 就是靠著聖靈的幫助 這些原住民為什麼會改變呢 就是因為聖靈的人力 改變了他們就不讓他們不再酗酒 讓他們知道喝酒不好 但是他們也沒有力量來改 主要說聖靈的幫助 也是藉著主耶穌的聖靈幫助 所以這裡比較好來改變 所以他們才能夠有改變 我們聖靈的重要性 昨天我們有講到聖靈的重要性 是我們進天國的兵具 我們要求這個功能行 晚上又有在講兩樣 我們靠著聖靈能夠支持我們身體的惡情 我們靠著聖靈能夠支持我們身體的惡情 記載在羅馬書八章十三節 記載在羅馬書八章十三節 我們人一些不好的行為 我們人一些不好的行為 會做壞事 為什麼我們沒辦法控制呢 聖靈上說就是你是被破壞說抓去的 所以你沒辦法控制自己 所以你沒辦法控制自己 但是你靠著聖靈 會將你不好的給你支持 能夠將你不好的來支持 所以靠著聖靈才能夠生 所以你靠著聖靈才能夠生 你如果靠著肉體就沒辦法支持這些惡情 你如果只靠著肉體就沒辦法支持這些惡情 靠著這個聖靈 第二項就是靠著聖靈 很重要是能夠明白真理 很重要是能夠明白真理 我們來聽說就是你發聖靈的勉弊 發聖靈的勉弊 發聖靈的勉弊可以清楚 有時候我們看聖靈沒辦法清楚 到底這是什麼意思 到底這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是在聖靈之後 但是你得到聖靈之後 這個聖靈會給你改變 接著聖靈能夠改變 讓你能夠清晰 讓你能夠明白到底為什麼這是真理 讓你能夠明白到底為什麼這是真理 我們以前台中教會 一位現在聖靈中的社長老 以前台中教會有一位社長老 他當時在墓道的時候 他當時在墓道的時候 他當時在大專教國文 他在大專教國文 他說聖靈對他來說 當時也很棒 所以聖靈對他來講 他每個字都認識 他來在墓道的時候 他來墓道的時候 他很認真聽 他很認真地聽 聽了沒辦法就去問閃道 他聽得不明白就問喘道 他說你說這是什麼意思 他說你說這是什麼意思 他說他每天都來 聽了一定去找閃道 所以他每天聽完就去找閃道 一段時間之後 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沒有去找閃道 他就沒有去找閃道 閃道覺得這個今天怎麼沒來 閃道就覺得說他今天怎麼沒有來呢 就閃道去找他 反而閃道去找他 你過去了 聽了你都會來找我 過去你到底聽完都會來找我 你今天怎麼問呢 不用來問我 今天你怎麼要來問我呢 就去紅包了嗎 道理你都懂了嗎 他說 都講閃道 他說 謝謝傳道 我現在聽不懂 他說我現在聽懂了 你是怎麼聽不懂 他說問 為什麼你聽得懂呢 因為我這就聖明了 因為我得到聖靈 你很奇怪 我這就聖明了 自從我得到聖靈之後 傳道在講的道理 我就能了解 傳道在講的道理 我就能夠了解 就能千萬萬萬萬萬萬 他就知道傳道人所說的道理 是這個意思 這就是聖靈 讓他當靈被一切禁止 這就是藉著聖靈 來讓他明白真理 所以我們在座人物到朋友 當你在不明白聖經中的 當你在不明白聖經中的道理 你要來祈禱方式 祈禱 你要來向神祷告 你如果得到聖靈之後 你如果得到聖靈之後 神藉著聖靈 他的臉來幫助你 把神藉著他的臉來幫助你 讓你聽道理 你聽到的臉別 讓你聽道理 能夠明白 祖祖的打開你的心門 祖自然會打開你的心門 讓你能夠接受這個真理 讓你能夠接受這個真理 讓你來聽道理 你祖然就要聽三個字 不然你來聽道理 你也聽不懂 這就是聖靈的好處 這就是得聖靈的好處 這就是聖靈的好處 所謂得聖靈的好處很多 那我們說到這裡 現在先來體驗 現在來體驗 來祈求聖靈 祈求聖靈 這聖靈的人 有很快就得到 得聖靈有些人很快就得到 有幾十年才得到 有些人很久才得到 跟他有一個康牆地 我們現在會有一個許弟兄 他在去年才得到聖靈 宣佈他得聖靈的時候我很好奇 他真的得到聖靈 他說他信了那麼久為什麼沒有聖靈 他很認真做聖工 他很認真做聖工 他都在負責設備組 這比中包括要報道會 他們就要搬換器材去 這個聖書 在一些輔導會 他就要把器材辦到那個場所 對 然後協力就去協力聖書 要協力 協力就要把器材辦到聖靈場 所以我這麼沒用 所以很忙 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得聖靈 我都不知道他沒有得聖靈 傳到在聖靈的時候 他等傳到在宣佈的時候 他才會無敵的聖靈 才知道他沒有得到聖靈 他說他無敵的聖靈 他說他無敵的聖靈 所以我們沒有得到聖靈 我們不要灰心 所以我們沒有得到聖靈 你要勇敢來到前面祈禱 你要勇敢來到前面祈禱 他第一次來就得到聖靈 有些頭一次來就得到聖靈 但是他不會珍惜這個聖靈 但是他不會珍惜這個聖靈 你看他這樣已經七十歲才得到聖靈 這個許弟兄他七十幾歲才得到聖靈 所以他很珍惜這個聖靈 傳到說他得到聖靈之後 他又很怕失去 所以他回到家裡又再禱告一次 看他的聖靈還在嗎 所以他每天都很認真的在禱告 神祝給他寶貴的聖靈還在嗎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祈求聖靈 聖靈很重要耶 這個聖靈很重要 有聖靈跟我們同在 有聖靈跟我們同在 就等於聖靈跟我們同在 就等於聖靈跟我們同在 我們就有平安 我們就有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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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才有資格來敬天國 我們最後的福氣就是要敬天國 我們最後的福氣就是要敬天國 所以我們現在來禱告 我們愛惜這個聖靈 我們如果愛惜這個聖靈的人 請到前面來 在座的上次會為我們按手禱告 其他有運動的 我們就要敬天國 正在座的拍攝 有福氣 主持人 祢是我的自由 我要尽力尽心尽心 尽力皆佛有尊重 我要以神祢是神父 神父神祢做英雄 而这生命住我里面 好生命当中满游 我要奉务结束英雄 当祝主对我要求 或是不能结束成功 不护生命主力 当日救主如何教训 一切伤过荣耀神 尽其不能结束固憾 万国之殊胜很明 所以我们当心真意 圣护生命被喜乐 明明就富有辞任何物 圣灵在我里头 主我最灵魂 属起领袖 圣灵我谁长留 得再乐 让你再进行为 圣父家中 父子最宝贵 心中你情节 再不反罪 造神灵的安慰 圣灵的身影 破坑空空 真神灵之意 我要一宠 从心是公主 走上全空 听真不惊恐 得再乐 让你再进行为 圣父家中 父子最宝贵 心中你情节 再不反罪 到圣灵的安慰 圣灵的感动 我不想念 当我感到是他必不知 万世真正 到圣灵世界 地上永不衰竭 得再乐 再必再进行为 圣父家中 父子最宝贵 心中你情节 再不反罪 到圣灵的安慰 圣灵的领导 我要顺从 可抢的旁的安慰 宁入圣灵的安慰 穿有何积身 教识骨笑 作诸圣节 请不吝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